台湾国际报 The Taiwan Times制作播出 值得您关注的国际新闻节目 欢迎大家收听台湾国际报 我是新宇 马上带你来关心今天3月18号的国际新闻重点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你们有没有觉得今天星期五主持人的声音不一样啊 我因为下星期日要去参加音乐季没办法播报 所以跟着星期五的主持人紫云换班啦 偷偷问一下有没有听众朋友们知道我要去哪个音乐季啊 好啦 接下来马上带你了解到今天的新闻有 普丁致见土耳其总统开出确切停战条件 北韩试射飞弹失败 北韩官媒沉默了 美国联准会升息 制裁到太空 欧洲太空总数停止于恶火星任务 Netflix家庭方案非同住者将收费 山地区将开始实施新政策 如果想了解今天的新闻内容 就跟我一起听完台湾国际报吧 今天第一则新闻带您持续关心到 乌尔战争的最新动态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至今已经进入第22天 战火持续延烧 许多国家纷纷提出援助或是居中协调来参与其中 也有许多国际企业提出政策来制裁俄罗斯 而俄罗斯总统普丁在当地时间17号 致电土耳其总统埃多根 并表示 如果俄罗斯要和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 有几项确切要求 并希望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面对面协商 根据BBC的报导 土耳其总统埃多根的首席顾问兼发言人卡琳表示 两位领导人通话约半小时 普丁也提出了挺火条件 卡琳表示 俄罗斯的要求区分为两类 第一类对乌克兰来说并不会很难达成 而第一类包括四项 分别是乌克兰保持中立 乌克兰不得申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乌克兰去武装化 并免对俄罗斯造成威胁 以及保护乌克兰境内的鳄鱼使用及去纳翠化 第二类则是牵扯到乌克兰东部顿巴斯 及克里米亚的主权问题 这项问题普丁也称必须等到 与泽伦斯基面对面协商时才能达成共事 而乌尔战争的后续消息结果如何 普丁会不会与泽伦斯基面对面协商 就让我们来持续为您关注 第二则新闻带领关心到北韩试射飞弹 北韩16号上午疑似试射飞弹 但飞弹发射后随即在北韩首都 平壤上空爆炸 而南韩军方也在16号发布的声明中表示 北韩在16号上午9点30分发射一枚飞行物 但推测发射后立即失败 北韩官媒潮中社及劳动新闻 也在17号一如反常地保持沉默 并不像以往发射成功后 发布相关的报导及刊登发射照片 这也似乎间接证实南韩推测飞弹失败的言论 根据法新社引用南韩军方的说法 北韩16号从首都平朗的顺安地区 试射一枚疑似洲际导弹的飞行物 弹发射不久后就爆炸 弹红色的球状烟雾在天空中飘散 这同时也是北韩今年度第十次的试射 北韩试射飞弹的举动也遭到美军印太司令部的谴责 美军也强调会持续追踪北韩的动向 以确保日本及韩国两位盟友的安全 下一则新闻带您关心到美国联准会升息 美国联准会在美冬时间16号下午2点宣布升息一马 这同时也是联准会自2018年以来的首度升息 值得我们关注 不仅如此 联准会还暗示在今年剩下的六次会议里 可能每次召开会议都会升息来赫止美国40年来最高的通膨率 宣布升息后不仅美股大涨到从中场以518.76点作收 其他金融市场也有望回稳 联准会本次升息主要是为了抑制通货膨胀 近两年因为疫情再加上近期爆发的乌尔战争 国际能源、粮食、航班及航运都受到战争的影响 上述种种的原因都导致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 物价也节节高涨 这时如果银行利率没有上调 通膨率就会高于银行利率 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先前透露的升息资讯较为鹰派 当时外界猜测联准会可能会升息两码 但16号宣布仅升息一码 循序渐进的升息方式较为温和 同时也较能被市场所接受 也有助于稳定金融市场 台湾中央银行在17号所召开的李建市会 也决议跟上美国联准会的脚步升息一码 来抑制国内通膨的与其心理 维持物价稳定及协助整体经济的稳健发展 而全球经济会如何发展 就让我们持续为您关注 下一则带您关心到与吾尔战争有关的科技新闻 俄罗斯入侵乎克兰战火至今持续延烧 许多国际企业纷纷对俄罗斯提出制裁 而现在欧洲太空总数也在17号宣布加入抵制俄罗斯的行列 将停止与俄罗斯在火星任务上的合作 根据CNN的报道 欧洲太空总数在州市所发布的声明中表示 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伤亡惨重的结果深感遗憾 并表示欧洲太空总数完全赞成欧盟成员国对俄罗斯的制裁 欧洲太空总数执行长R18赫也宣布停止执行 与俄罗斯航太合作的火星探测计划 俄罗斯太空总数总监米德特里也对此表示 这个决定对任何热爱太空的人是重大的打击 并表示这个决定十分可耻 俄罗斯将会持续单独执行太空任务 事实上欧洲太空总数的火星计划 自从疫情爆发以来就开始延宕 再加上太空缩需要进一步的测试 而迟迟没有新一步的进展 虽然欧洲太空总数对俄罗斯提出制裁 但他们也强调国际太空站的任务会持续运作 来维持太空站及太空人的安全 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 有没有用Netflix追剧的习惯呢? 今天最后一则新闻带你来关心到串流影音平台Netflix 17号Netflix突然宣布要针对非同住却共用账号者 收取额外费用打击违规使用账户的行为 而这项政策率先在致力 哥斯大黎加吉秘鲁测试 Netflix的家庭方案深受订阅户喜爱 许多订阅户都会依教方案同时观看的装置数量来评分价钱 以优惠的价格来享受高画质的影片 Netflix虽然有在官网明定禁止非同一家庭成员共用账号 但却没有相关强硬政策来规范共用账号的行为 现在Netflix将在未来几周余致力 哥斯大黎加吉秘鲁推出将收费的增加额外成员功能 新功能可以在主账户中加入最多两名未同住者的子账户 而在新功能登场后 在为新增额外成员的情况下 其他居住地的装置需要通过Netflix发送的验证码才能登陆 这项新功能未来可能也扩大到其他国家 而Netflix会推出打击违规使用账户的新政策 主要是因为家庭方案十分受欢迎 但是与非同住者一起分享账户的现象实在是太多 也造成了一些混乱 同时也冲击到Netflix投资新的优秀影集和电影的能力 以上就是今天的台湾国际报 新闻内容由了Taiwan Times制作播出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